大家好我是多米多罗 這我在日本也住了六年了 然後我很喜歡吃麥當勞 你們知道台灣跟日本的麥當勞不一樣的地方是 你去點那個套餐裡面有薯條 然後他不會附給你番茄醬 那不附給我番茄醬也就算了 但身為在台灣土生土長20年 我都吃了有番茄醬的薯條長大 我心裡還是會有一點疙瘩 但我又不敢跟他要番茄醬 我怕我跟他要番茄醬他就會覺得說 哼 這個男人竟然跟我要番茄醬desney 哼 不好意思可以給我番茄醬嗎 哼 那你明明要番茄醬desney 哼 哼 不好意思 我番茄醬呢 哼 番茄醬desney 就像這樣 但是我今天已經冷舍不了了 我今天就要像個男人一樣走到店裡跟他要番茄醬 那我馬上就走吧 在這裡 我今天將會吃過 我們現在要吃過 我會吃過 這是什麼? CAMRI MAC 積有 CAMRI MAC 積有 POTATO 椰子 椰子 什麼? CAMRI MAC 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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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可以嗎? 接下來我就要等他給我的時候 跟他要一個番茄醬 好緊張喔 我剛剛好像忘記跟他說我要外帶怎麼辦 現在我又要再跟他多說一件事情 好好丟臉怎麼辦 好緊張喔 先生,我帶你回來嗎 你帶你回來嗎? 是的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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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可以嗎? 可以嗎? 謝謝 好緊張喔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是說我把麥當勞買回來 我解釋一下剛剛發生了什麼事 他準備好我內用的餐點 我就跟他說 我要外帶 然後就有一陣短暫的沉默 因為他知道我一開始沒有說我要外帶 然後他就跟他旁邊的一個歐巴桑講 幫我幫我弄一下這個外帶 然後那個歐巴桑也沉默了一下 然後他就開始弄那個外帶 把我的餐點弄進袋子裡 然後這時候我就跟那個歐巴桑說 我可以拿番茄醬嗎? 然後他還繼續弄 我不知道他是沒有聽到 還是裝作沒聽到 然後我也不好意思再講第二次 因為我也很有罪惡感 因為我 因為我一開始沒有講 害他要弄這個外帶 然後他就把那個薯條捲一捲 把外帶盒裡 然後薯條還掉兩根出來 然後他也在那個盤子上 我以為他會把我把那個 露出來的兩根薯條放到這個袋子裡 結果他沒有 然後那邊還有兩根薯條 然後我就拿到我的外帶了 然後我也不在說 不管你在說什麼 我就扯回去 所以今天就是我並沒有拿到番茄醬 我沒有想到去拿 只是去拿個番茄醬 會是這麼艱難的任務 各位 因為我是一個失敗者 我真的覺得自己一如四處 看來我只能吃這個沒有薯條的番茄醬 不是沒有番茄醬的薯條了 你們以為事情就會這樣結束嗎 沒錯 我剛在來的路上買 回家的路上買了一瓶番茄醬 一個成功的男人 總是會準備好計畫B的 多米多的你好厲害喔 只是這個麥當勞都可以弄得這麼峰迴路轉耶 那你先吃個原味 然後是番茄醬 這個大概沒有開 終於啊 這個番茄醬 我等了六年啦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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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薯條 那個番茄醬的味道 在我嘴裡擴散開來 構成美妙的交響曲 你們吃到的番茄醬真的太好了 雖然途中有很多困難 但如果靠著驚人的毅力把它克服了 真的沒有大家 我沒有辦法走到這裡 等一下 怎麼會這樣 我們 裡面有番茄醬 不會嗎 什麼時候放進去的 真假的 這個影片也太 峰迴路轉 我沒有看到 我沒有看到他 有放番茄醬啊 其實他是有聽到的 然後在 不知不覺 這鬼影神手之中 給我了一個番茄醬 真的欸 這 各位 這奇蹟欸 各位 我真的以為 今天還是沒有番茄醬 我真的以為他沒有 我失敗 我是一個 番茄醬 太誇張了吧 各位 我真的沒有在演欸 真的 我真的沒有發現他有番茄醬欸 麥當勞 我愛你 好險我沒有關播 怎麼會這樣 太誇張了 我心情下降到谷底 然後又升到最高點 麥當勞就像個女人一樣 疫情故縱 真的是太誇張了 那麼大家也一起去麥當勞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嘿嘿 再見 再見 我心情下降到這也是